高坊的秘籍现在就在我的身上 你说什么 在这儿呢 我看看 别动 后边有人盯着呢 我早就跟你说过 有你 有我 有秘籍 有钱 咱们就能干成一番大事业 现在已经有了三样了 就差你一句话了 你是怎么弄来的 我碰巧看到了一个机关盒子 我把它给打开了 这机关盒子里有很多的故事 你不想听听吗 我现在还不想听 真的不想听 那好 我过下日子再来看你 你先在这里待着吧 你呀 这个毛病是一点都没有改啊 我先走了 回头 你把秘籍还给正确 好的 黄先生 想捞中国琴怕是没那么容易吧 你有多大把握 把张老解决了问题就解决了 那快行进 快点进 黄老师能到我们家来 热得得欢迎的 房子有点小 等下了台就换大房子 叔叔您别总那么客气 来 随便坐 好 黄老师啊 那就是正研的房间 里面有不少好东西看看去 对了 咱们就在正研的房间给我上课吧 他东西多 你一样一样给我讲 怎么样 行 那我去内屋等您 好好好 我去烧点水 好嘞 谢谢 让给我 不行 来 拿 你放门上啊 你放这儿 放这儿 把那个 你放这儿 轻点 轻点 走啊 你喝点茶水 您真不好意思 慢走啊 安姨好 您怎么来了 我来给叔叔讲讲古文 你来得正好 来来来来 让我看看 看看这些照片照得怎么样 这是什么照片啊 看看这照片 谢谢 Ben 我们不过来 就会让这面 就会把对面 我们去打电话 也不回来 给你打电话 你真是善称 咱咱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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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喝光了 你 大家都干了 你什么意思啊 赶紧的 快点喝了 赶紧喝了 喝了 妹妹酒量可以啊 这一杯接一杯的 一点都不在话下 别跟我来那人那套了 真恶心 她怎么就不接呢你说 黄先生 您别着急 要不我出去找找去 这深更半夜的到哪儿去找 我给郑妍打个电话 喂 是郑妍吗 我是易江的爸爸 你今天看到易江了吗 他到现在还没回来 打电话也不接 好好好 好好 好的 那我该怎么称呼你 叫姐 姐 姐 好 就叫姐 来 来来来 我进姐姐一杯 你们仨先给我干了 先干了这杯之后就叫姐 赶紧的 快点 说你说你呢 姐 姐 赶紧的 快点 叫了声姐 不能不喝酒啊 先喝 先喝了 喝了来来来来 喝了你也得喝啊 姨姜 说你呢你干吗 来 喝了去 喝了ų 酱 喝了 老师 来 喝了 勇归 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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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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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滚开 别挡着我的道 走 走 我知道有个地儿 包你们喜欢啊 走 走 我们换地方喝酒 别叫 跟我回去 我跟你说多少遍了 我不认识你 滚一边去 姐 咱别理解这种傻的 咱们走 把你脏手拿开 你耳朵聋了 没听到我姐说这样 你滚开吗 滚开 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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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 别打了 我这儿你别打了 别打了 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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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没事没事 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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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颜 要不到医院去看看 不用不用的 黄先生 我真的没事 我开车送你回去 我还能开车 真的没事 开车要小心 您放心 再见 再见 这边 连续 你都会走了 没事 没事 喝酒喝多了 王姐给她倒点水 你们先去吧 王姐 去吧 那床 你也去 睡觉 去吧 你 recibir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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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进行义务负责任 别自欺欺人了 你不但骗了你自己还骗了她 你们俩没有爱情 你不可能给她幸福 一江 我跟她之间的事 跟咱俩没关系 你敢说跟我没关系 你爱的是我 我跟她说 你不但骗我 你不然就这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祝你们幸福 肯定又是郑言把你气的吧 怎么就把你气成这样了呢 你这 她干嘛呢 都要结婚的人了 这还有你一份呢 这是给你的请天 不是 你干嘛撕了 你你你你你 行行 撕撕撕撕 你再撕碎点 我帮你撕 让她招你 让她惹你生气 让她惹你生气 人对你那么好 你还惹人生气 太过分了 气死我了 她不是一直都挺过分的 你也别这样拧巴自己了 我告诉你啊 我心情不好的时候 你离我远点 否则很危险 我远 我远 我不要危险 那个下了班请你吃饭 我帮你卸活 她能听你还管我 她能听她 Roxie 她们的声音 和声音 都没有听她 她们的声音 她们的声音 然后她们的声音 两段 八九 大团圆那是电影里 才有的事情 生活里哪那么多幸福美满呀 你也不至于这么折腾自己吧 饭都不吃 他那能知道吗 他那该潇洒继续潇洒 继续当他的新郎 靳说些没用的我 怎么没用 我也不能眼睁睁看着 你就这么消沉下去吧 这不是还有一句老话吗 说人生何处无芳草啊 对不对 你过了那个村 你不是还有这个店的吗 还有无数个店 你是不是特别高兴啊 看到你终于有机会了 看出来了 我 我就是喜欢你 对 我就是真的很喜欢你 那又怎么样呢 我希望你可以得到真正的幸福 因为只要你幸福 我才有可能幸福 如果你不幸福的话 我也高兴不起来 你啊 确实是比正言会讨女孩子喜欢 哪个女孩儿跟了你 肯定特别幸福 哦 那也得看我爱不爱她 我要是不爱她的话 我也不可能给她幸福 我觉得你不爱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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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那时候起 从那时候起 立音的身体 就不是很好 就不是很好 这种习惯 这种习惯 变成了一种责任 这只是你照顾她的一种责任 这只是你照顾她的一种责任 那么请你忠心地给她祝福吧 有什么可祝福的呀 这是现实 你必须要接受 我不 你怎么回事 你刚才不是同意我说的话的吗 你说得对 如果不爱一个人呢 就不可能给她幸福 对吗 对 喂 立音吗 我是黄玉江 你晚上有空吗 咱们出去逛逛 好 我马上过去找你 待会儿见 你要干嘛呀 你要 你看见了 你 你 你别干傻事啊 谁做傻事 他们俩做的傻事 我都要结婚了 都要结婚了 还看婚纱呀 她那个人粗心大意的 她现在也没给我订婚纱 看来我只能自己解决了 工作上 她可一点都不粗心 生活中正好相反 她经常忘了一些很重要的事 比如 情人节 对 情人节 今年情人节她就在外地 不过是因为工作 可以理解 她不是为了工作 她是跟我在一起 她跟我说了 她说得够详细吗 如果不够的话 我可以都告诉你 我希望她自己在一起 我去做事 我们一定会 发生 我可以跟她说了 你说的 她说得太好了 还有一点 她不够了 她不妙了 她说不错 她的话 我不错 她说得不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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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但是那样的手术 全世界完全成功的 也没有几例 她现在随时 还有生命危险 你见过她发病的时候 就像睡着了一样 也许有一天 她就永远地睡下去了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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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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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你好 隨便看一下 這是零九年最新款的 款式上冊 裡面的話都是零九年 最新款的台灣婚紗 風格可以根據 你們個人喜好來搭配 我要這套 美女 不好意思 這套話現在沒先貨 訂做的話要三天 不行 我等不了那麼久 我明天就要 那怕是來不及 我給你們加錢都行 不管怎麼樣 明天我就要這套 好的 我們盡量好嗎 謝謝你啊 好啊 是佟黎英小姐嗎 是 您的航空快券 從海口發過來 海口 是在這兒簽字嗎 對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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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蒙娜丽莎婚纱店的 请问您想订一套婚纱是吗 哦 是 那您什么时候有空过来量一下尺寸好吗 喂 喂 童小姐 您听到我说话了吗 喂 喂 童小姐 您在吗 我听到了 我现在马上过去 李嘉 爸 刚回来又要去哪儿 我要出国 开什么玩笑 我没开玩笑 是公司的业务吗 我不在那刻干了 不在那儿干好 我早就不同意你在那儿干 不过也没必要跑那么远啊 远吗 还好吧 不都是地球吗 顶多就是串个门 要不是怕为了生活不方便 我去火星的心都有 李嘉 你至于吗 正言这个人我是错看了他 那得看对谁 我看他对那个女的 就挺情深一切的 李嘉 谁要敢伤害你 我一定会惩罚他 爸 你说这话 我心里挺感动的 但再怎么说 这是我自己的事 你说说就行了 你千万别做什么 到了现在 你还替他说话 不过 他出去一段时间也好 去散散心 爸 你放心吧 我没事儿 孩子 您长大了 以后我要学会保护自己 没到 他组 这么多一点 当又有导致 那么 先生